李湘可以容忍保姆偷吃三男一间的燕窝 但绝不允许对方夺走自己女主人的地位 李湘有每天吃燕窝的习惯 在家里的保姆炖燕窝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炖一钟 但李湘发现此事并没有大怒 只是笑着对保姆说 亲爱的这燕窝是给我吃的 你想吃的话也可以 要知道普通燕窝的价格就已经在八千到一万 何况李湘的燕窝更是燕窝中的极品 即使这样依旧在发现保姆偷吃燕窝后没有大发脾气 但却也为王世玲的一句话 就辞退这个陪伴照顾他16年的保姆 从李湘还是一个小姑娘 到他经历两段婚姻 再到有了女儿王世玲 都是这位保姆一路相陪 在李湘心里他早已不是保姆这么简单 16年的陪伴已经像亲人一般的存在 而保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庭都十分尽责 不仅家里的大大小小都打理的很好 还带李湘的女儿王世玲如自己的女儿一般好 由于李湘的工作繁忙 女儿王世玲一直是保姆在照顾 李湘经常很晚回家 王世玲也是保姆陪着睡觉 王世玲也非常喜欢和依赖保姆 但之后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李湘察觉到了危险 有次李湘回家倒 想着多陪陪王世玲捧他睡觉 但没想到王世玲哭着喊着要保姆阿姨陪着睡 无论李湘怎么哄都哄不好 最后无奈只能叫来保姆 保姆把王世玲抱走 这才停止了哭闹 女儿宁愿要保姆也不要她这个妈妈 这一举动狠狠刺痛了李湘的心 此时的她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为了打拼事业 缺习了王心灵太多 孩子睡觉都不要自己 可想而知 这对一个妈妈而言是有多大的挫败感 李湘当即在社交平台发问 时光飞逝 陪伴孩子每一天成长 做妈妈才不会后悔 但受到危机感的李湘考虑了很久 最后决定辞退了跟随自己16年的保姆 保姆走的那天 李湘在家里哭了一晚上 王远林还开玩笑的说 我走了你都不会哭一晚上吧 在阿姨离开的一段时间里 李湘直言家里就是一整个乱套 自己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来管理这个家 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开始 最终李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搞定这一切 把家里重新理顺 虽然这个过程很辛苦 但李湘从不后悔自己辞退保姆的决定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这是我的家 我有能力掌控我的家 李湘辞退保姆事件 毫无疑问在网上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很多网友觉得保姆又没做错什么 真的很无辜 觉得李湘真的太绝情了 16年说辞退就辞退 但试问没有哪位母亲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自己亲近吧 何况如果保姆一直在 那自己可能就会失去更多和女儿相处的机会 从一位母亲的角度出发 只是想和自己的女儿更加亲近 而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李湘怀孕时非常辛苦 甚至曾经因为怀孕太痛苦而想过离婚 我说我们离婚嘛 老公说你是不是发神经了 怀孕期间他不仅头晕还经常吐到吐血 以至于有过轻声的想法 但是我就是狂吐 每天要吐十几遍 吐到那个胆汁 后来就吐血 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痛苦 还要承受亲朋好友的不理解 然后我老公就也很生气 说你怎么这么不坚强啊 不就生个孩子吗 除了我爸说那个农村里的阿姨生几个 还可以下地干活 你生一个你都生不出来 很多来家里看望他的人都会说 不会吧 不就生个孩子吗 你至于吗 但怀孕的艰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 难怪他那么宠女儿 真的是难